这天哥哥一早来到沙屋房间门口 告诉沙屋自己要去编辑部加班 晚上不回来了 于是沙屋开启了自家警备模式 沙屋来到客厅看起了电视 电视上居然出现了阿妹里的黑猫 这波梦幻联动真是来得猝不及防 很快到了晚上 沙屋边洗澡边想着昨天哥哥夸孙政的事 真是越想越起 竟把身上的浴巾都气掉了 编辑这吃瓜的表情真是绝了 很快来到了清宫宴的日子 孙政和妖精按和拳的要求 穿着浴衣来到了和拳家中 妖精瞬移直接挽住了和拳的左手 孙政不甘是若挽住和拳右手 妹妹发现不对直接发飙 楼上不断传来生气的跺脚声 和拳也是心虚的满头大汗 哥哥只好表态道 清宫宴上 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妖精表示自己要征服世界 在征服世界前 他要打倒电击文库 而沙漠的梦想却是 清宫宴结束 哥哥来到妹妹房间 兄妹边吃棉花糖边弹起了情话 这是窗外开始了烟花表演 妹妹鼓起勇气拉开了窗檐 窗外的烟花是如此的美丽 屏幕前的我吃狗粮已经吃饱 八十五 八十四 八十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